各位诸侯公主大家好,我是聊点不一样的聊将 1954年,李基先生在一篇题为《中国上古史之重建工作及其问题的学术讲演》中 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 中国2000年来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档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李先生解释说,中国的史学家把中国上古史看作长城以南的事 长城不只是疆域的界限,而且成为精神的界限 要找中国人的民族和文化的原始在北方的一面都被长城封锁了 由此可见,我们过去2000多年的传统史学界 历来以长城为华夏文化的界限 但李先生却认为,在汉朝以前 我们中国人祖先活动的范围是否以长城为界限,恐怕是很有问题的 李先生这话还是过于保守的 先秦前,中国先民活动的区域可以肯定是超越长城的 秦长城也是战国后期才陆续由秦、赵、燕、三国的长城合起来所形成的 所以对李先生的观点,我自己是认同的 大家是不是很好奇,这位李济先生到底是谁呢? 1928年,在中研院始于所所长傅斯年先生的大力支持下 邓座宾先生组成第一支考古队 对安阳殷虚进行了为期18天的试绝 之后在此试绝基础上 于1929年春,李济先生主持了对安阳殷虚的全面正式发掘 一般认为,这一系列事件基本就是中国近代考古的真正源头 安阳殷虚的发掘也标志着中国考古的定底之战 也就是说,王国威先生反复提到的二成证据法 其实是在1929年以后才真正有条件落实的 因为在此之前,中国连考古都没有,只有一些金石学 那么,作为中国考古源头的领军人物之一 李济先生眼里研究中国上古史的时候 我们应该在多大的范围内进行考察呢 李济先生给出的范围囊括了大半个地球 他说,从考古学的立场来看 乌拉尔山以东,喜马拉雅山以东和印度洋以东 平均的说,大致在东京90度以东的亚洲大陆 包括环太平洋的各群党 从北极到南极还包括南北美洲 这一个大的去之内,就人类文明发展的程序说 最早的中心点在中国 大家不难发现,两点不一样的在往期的视频中的主视角 一直都是中国 但视角又不仅仅只限于中国 这是因为在中国上古史研究上 我是非常支持李济先生的观点 必须要有超越长城的形态 安阳应需考古到今天,已经过去了快一百年了 一百年了,朋友们 是时候重新打开格局 越过北京长城的边界,放下过去两千多年的安逸 去了解属于先秦以前的真正上古史了 很多人很好奇,我聊上古史 为什么老是聊着聊着会穿插古巴比伦,古希腊 要不然就会聊犬戎,匈奴,昆仑之虚 还以为我是在为文明希来说背书呢 过去的不少学者认为,文明是单一源头的 所以自然是历史越久,越是文明的源头 这种观点是有时代局限性的 现在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文明很可能是多地起源的 我就认为文明是多地起源的 且其中最重要最闪耀的一个 就是我们的华夏文明 现在大家应该多少能明白我的用心了吧 其实不明白也没有关系 我是非常尊重大家意见的 不过我更尊重我自己的助长 那为什么我们开头要聊李济先生的观点呢 从几何时 我们中华上下5000年的历史 在西方眼里就是为时 这种局面直到应许考古后 才被逐步打破 而最近有很多朋友问我 对西方为时论的看法 那么正好 这一期聊点不一样的 就来聊聊我眼里的西方为时论 开宗明义 我并不否定西方上古史的真实性 但我质疑西方上古史传承的一致性 质疑其规模和发展程度 一致性是指 古埃及 古希腊 古罗马 和后来的日尔曼人 高卢人 凯尔特人之间 有多少传承关系 这种传承关系 是从族群到文字等 多方面都保持了一致 还是后面满足的某种攀附和自我美化 规模是指 古希腊的人口规模是多少 当时的海洋文明 能不能支撑起 轴心时代里那么多脱产的思想者 古希腊城邦制下的贸易规模 到底有多大 亚历山大大地数万人的远征军 到底有没有征服波斯全境 我可以肯定的说 西方的上古史 美化是肯定美化的 但美化的规模 到底有多大 发展程度是指 亚历史多德 到底能不能化学科 掌握那么多知识 这些知识 能不能到达数百万字的程度 当然 以上只是我举了一些 浮现于我脑海的例子 本文中 并不会就此展开一一说明 我只是觉得 现在很多人聊西方为史论 常常会陷入一种 矛盾的逻辑论证 要不就是对西方为史论 嗤之以鼻 认为这不过是 民科的自娱自乐 要不就是对西方为史论 趋之若鹜 认为西方历来伟光正 过度夸大 甚至造假不属于他们的历史 要论证西方为史论的真伪 首先 我们要明确如何论 而论证这个命题的唯一方法 是逻辑论证 而逻辑论证 根据中国语文教科书的规范是 四大论证方法 即举例论证 道理论证 对比论证 抵御论证 大家如果用这四大论证 去论证西方为史论 我可以负责任的说 你们只会陷入婚了 因为 这显然是错误的论证方法 最典型的举例论证 莫过于孟子的生于幽幻 死于安乐语文 教科书节选的部分为 顺发于全某之中 赋月举于板柱之间 交歌举于于言之中 管一乌举于事 孙树熬举于海 百里西举于事 故 天降降大任于世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空伐其身 行服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 增益其所不能 这段话里 孟子举了六个出身苦难 而征程大人物的例子 顺 赋月 交歌 管一乌 孙树王 百里西 进而得出 天降降大任于世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这样一个广为人知的结论 但我必须说 亚生的这种举例论证 毫无疑问是错误的 哪怕孟子举出一千个出身 底层饱受苦难的成功者 别人也可举出一千个出身 显赫未封苦难的成功者 对多数人来说 苦难 只是纯粹的苦难 显赫的家世 却意味着更好的教育 更宽阔的眼界 更多的机会 从苦难里爬出来的人 还深陷在苦难里的人 不愿自己曾经尝过 或正在品尝的苦难时光 毫无意义 说一些感谢苦难的 磨练一类的话 是可以理解的 但如孟子这般 拿着六个例子 就一点极面的推销 天降降大任给你之前 必先让你吃苦这样的几堂 就很不负责任了 因为多数时候 天降降大任之前 先降下来的 是好体质 是好爸爸 这才是人间真实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 宁可信羊猪或墨家 都不信儒家的这套思想 儒家你要想想 有多少次的原因 好吧 这么多年的工资涨没账 有没有认真工作 好不好 再比如 你走访了全村 三十户羊猪大户 发现这些猪都是白猪 你又走访了隔壁三个村 发现这些村 也都只有白猪 于是你就得出结论 经过对120户养猪大户的走访 我宣布 世界上的猪都是白猪 大家看见了 这种论证的问题所在了吧 这是因为举例法 根本就不是科学论证的方法 这样论证只会陷入逻辑混乱 逻辑学属于哲学范畴 所以逻辑学是文科学科 而非理科 我发现很多研究历史的小伙伴 似乎并没有掌握逻辑论证的精髓 这可能和大家小时候受到的语文训练 和非逻辑训练有关 据我所知 国内一般大学文理科的学生 都很少有单独教授逻辑学的 那什么才是逻辑论证呢 逻辑论证一般为归纳和演绎 那该如何归纳和演绎呢 演绎推理是严格的逻辑推理 一般表现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的三段论模式 即从两个反映客观世界一般规律 逻辑推理出一个客观的特殊结论的过程 比如大前提人都会死 小前提苏格拉底是人 结论 所以苏格拉底会死 再比如 大前提 水果有维生素 小前提 西瓜是水果 结论 所以西瓜有维生素 这个就叫专业 归纳推理则和演绎推理的过程相反 适从特出到一般的逆推理 这里就不做追溯了 我们回到西方维时论的话题 古希腊罗马存不存在 真是有问题的 比如说 亚里斯多德存不存在 是吧 希腊三圣贤 苏格拉底 柏拉图 亚里斯多德 据说他写了一百多本书 一千多万字 然后留存下来是三百万字 那这里面疑点太多了 第一 十三世纪以前 没有这个人呢 他所有的西方文献里面 没有这个人 突然冒出来的 然后什么都懂啊 光学也懂 能力学也懂 经济也懂 政治学也懂 都胡说八道 不存在这种人 还一个问题 就是写的太多了 金采荣教授说 因为中国古代的孔子 老子 著作都只有几千字 这是符合当时生产力规律的 而亚里斯多德的著作 有三百万字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所以他得出 亚里斯多德是西方伪造的历史 这是什么 这是战户局的金正伟 用了举例论证 而不是逻辑论证的 归纳和演绎 这是战略忽悠的策略 而不是科学论证的方法 不能用我国的例子来反推西方的例子 这是因为两大文明没有一个共性的大前提基础 这里唯一的共性是 那时是上古时代 但上古时世界各地生活生产情况显然是不均匀分布的 用我们农耕文明的普遍性显然没法逆图古希腊海洋文明的特殊性 我们只能说像亚里斯多德这样的著作水平 无论是质量或是数量 都明显高于同时代的世界水平 这也就是我前文提到的 对于西方上古规模的质疑 我国上古时代不少著作就有很多代人一起创作 然后最后一个人署名的情况存在 我们因此可以类比去质疑古希腊史这种规模到底存不存在 或者说到底能否是一人所为 这都是没问题的 但我们不能对此下结论说 亚里斯多德不存在 这显然会变成因为我没见过黑猪 所以我就得出世界上黑猪不存在的结论 这显然是荒谬的 很显然我们的语文体系下的四大论证方法 去取代了哲学的逻辑论证是不科学的 因此造就了我们整个体系对于西方为始论 没有形成一个统一且符合逻辑的归纳 往期中大家不难发现 我质疑司马迁的《烽火系诸侯》 质疑专家大佬对中字本意的解读 质疑大佬对天干地之息来说的说法 也质疑夏商周断代工程组组长 对于《伤亡日明志》的解读 甚至还质疑基周和殷商的祖先神话 可能是捏造的 但我都会给出考古学的证据 是不是很大的 那我为什么老是找专家的麻烦呢 因为盲信专家恰恰是我们的四大论证中 道理论证 所谓道理论证 指的是引用经典著作中的见解 古今中外的名人名言 公认的定理公式等 来证明论点的成立 大家语文写作议论文时 是不是经常那么做 这种论证方法 利用的就是一般人畏惧崇拜权威的心理 但在科学的逻辑论证中 权威恰恰是应该被经常挑战的 比如 无论多少古代名人谈论过阴阳五行 无论多少古代名人谈论过风水秘书 但这些都不能完全证明 风水的真实性和正确性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最常见的诉诸权威是谬论 是有专家表示 有外国学者认为 希哲曾经说过等等等诸如此类 事实上 即便是诉诸相关领域的权威 也需有所节制 比如在缺乏学术独立性的环境里 相关领域的学术权威 并不一定值得欣赖 而且相关领域的学术权威 还存在着更新迭代的问题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领域 因为史料和考古的不断发掘 和研究的不断深入 十年二十年前的史学权威观点 很可能已被新的结论所取代 当然 本期视频的重点 本不是批判我们过去常用的四大论证方法 但是 如果我们用此方法去研究西方上古史 并以此说明西方上古史都是伪造的 残免一笑大方 因为方法论从一开始就错 以往我们聊商周历史 我常常引用竹书纪年和尚书 而在历史学领域 这两本书很多时候是被视为尾书的 但这依然不妨碍我引用它们 原因并非我无知者无畏 而是今本竹书纪年是一本宋朝时的尾书 但真正的真古本竹书纪年 我们后人还是多少可以读到的 它以片段摘录转述的形式 存在于很多古人的书籍里 比如 东晋时 斐松之的儿子斐英 编撰的一本集结 里头大量引用了真古本竹书纪年 作为议论供读者参考 再比如 唐朝的司马真索隐和张首义仲义 也大量引用真古本来纠正史记的错误 再比如史记燕少宫世家中出现的一个燕桓侯 两个燕桓宫 两个燕文宫 显然是世系和嗜号出现了混乱 因此所以根据真古本 排出了一个不同于史记的燕国世系 一般认为此燕国君主世系可信度比史记的高 而我或多或少也会拿这些所谓的尾书和考古证据 进行二重比对 从而得出我们的结论 虽然我们的这些结论并不一定完全正确 但我绝不是只靠主观感受来推测历史的人 总之 我敬你二位 相对而言 西方很多严肃的历史学家们也已经意识到 过去的西方对于他们自己的上古史 是多有美化和层类的 而且这种美化可能比今天女神开美颜绿剑 瘦腿拉伸的绿镜都还要夸张很多 如果对欧洲时感兴趣的小伙伴 我这里推荐大家看一本很小众的书 叫企鹅欧洲史 虽然大家听名字很像是同讯赞助的一本书 但其实这个企鹅可不是我们常说的秋秋 而是英国的一家叫企鹅的出版社 这本书一共分九卷 每卷都是正儿八经的历史学大佬撰写的 这本书颠覆了很多以前西方历史的政治政权 大家不妨一读 当然如果大家没时间读也没有关系 因为这些西方历史学大佬的不少观点 我已经融会贯通于此篇内容之中了 西方为史 曾正伟的第一个方面是传承没有一致性 中国完全可以说自古以来 那是因为从来没有一个古文明叫古中国 而只有中国 无论在梁启超提出的四大文明古国论述里 还是西方主流的六大文明摇篮论述里 从来就没有一个古中国的概念 但中国的这种情况 其实是非常非常特殊的特例 因为古文明基本都带有一个古字 比如古希腊 古罗马 古埃及 古巴比伦 古印度等等 这些古文明都早就做古了 因此才需要加一个古字前缀 所以任何一个古文明都没有传承的一致性 这反而在整个世界历史中具有普遍性 而正是因为没有传承的一致性 后世的很多蛮族都喜欢生搬硬套被他们消灭的古文明 这种情况在世界范围来看比比皆是 比如神学普系中 古罗马套娃古希腊 古希腊套娃古埃及 古埃及套娃共久远的 美索布达米亚 这个以后我们聊西方神的普系问题时 我会详细的展开讨论 这里就不做赘述了 像这种把别人的神话故事说成是自己的神话传说 甚至连名字都懒得改的案例是非常的多 其欧中史一书指出 现代对于古希腊历史的研究 与1858年之前的古希腊历史研究存在严重的美化滤镜 大网们认为这其中的原因是1840年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后 新兴资产阶级的诞生 这些新兴阶级冲击了原本的欧洲军权神兽的贵族老爷阶级 基于这个原因 新兴资产阶级急迫的需要为自己找到一个历史上对应的时代 然后为自己尚未夺权 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 找来找去 于是找到古希腊城邦制下的民主制 此后民主自由粉末登场 这是大前提 而当时因为清朝的国力孱弱 使得中国没有很快的进入这个历史领域 所以我国对西方史的研究 是一直到1910年左右才开始的 很显然 这个时候进入西方史的研究 中国的学者能看见的 都是清一色1858年后 被那些新兴资产阶级所篡改过的古希腊历史 不难看出 1858年后的这种西方历史观 是为自己的阶级夺权服务的 这话可不是我说的 是这些英国历史的大佬们说的 而无论是1858年后的新兴资产阶级也好 或者更早的欧洲贵族阶级也好 如果我们继续往前追溯 他们的祖先恐怕和古希腊人八竿子都打不着 甚至大概率还是古希腊人眼里的满足余孽 这才是我说的西方维始论的第一个方面 就是随意嫁接已经消失的古文明 反正死人不会说话也情绪稳定 我们必须明白 这种是基于西方政治正确的需求做出的宣传 这也是今天新文学的滥伤 因此我主观且负责人的认为 我们应该以平常心来看穿这些西方美化绿件的表象 通过文献学习和考古研究 找出表象背后的真相 且尽量不用现代人的思维和道德 去给古人的行为做美化和背书 西方维始真正伪的第二个方面是规模 这个规模涉及到我往期提到过的历史虚无主义 西方维始到底在虚无谁的历史 如果只是虚无西方自己的历史 我不反对 但如果虚无中国的历史 我一定批判 王金勒说 我们今天世界的格局 是基于二战亚塔会议的结果 所以联合国的五常 这五大流氓 等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法同盟的胜利者 但大家不难发现 英美掌握着西方主流媒体 所以西方媒体讲的历史 恨不得都是英美攻陷了柏林 打败了希特勒 把苏联打希特勒的关键作用给淡化没了 更不用说淡化中国抗日战争的作用了 对那么近的历史都美化成这样 很多二战老兵还活着呢 他们都敢这样 那安排一下过去死人的西方上古史 那更不再画像了 再比如 英美体系下 印第安人大量死亡归因为病菌病毒 而不是因为白人对他们的整族隔离和乱杀无辜 所以英美为首的西方 把自己的历史攻击的规模无限夸大 把历史上自己的罪过的规模无限缩小 这就是西方为史的第二个方面 是有政治目的的规模化夸大和缩小 这种情况在最近的各国冲突中的新闻学里 尤为明显 我必须承认 枪炮病菌与钢铁 人类社会的命运是一本好书 但这种传播学意义上大卖的书 到底是不是一本严肃的历史书 我自己是持怀疑态度 这很像《三国演义》是一本大卖的好书 但我不认为它是一本严肃的历史书一样 总之见仁见智吧 西方为史真正伪的第三个方面是话语权 我们大陆人都知道鸦片战争 但这个词生活在香港台湾的中国人 可能就不太知道了 因为他们学到的往往是通商战争 因为在英美语境下 就没有鸦片战争 而只有通商战争 这是因为英国人认为 你不开放通商口岸给我做贸易 所以我才打你 战争不是目的 而是我们日不落地国 打开你封闭市场的一种手段 而当时的清政府之所以不开放通商口岸 据说是因为当时开放通商口岸损失的钱 要甚于战争赔款带来的损失 两汉相权取其亲之下 清政府决定不开放这些通商口岸给英国人卖鸦片 不难看出我们自称的鸦片战争 在西方话语前语境下的他称是通商战争 英国汉学家兰施林的《鸦片战争》一书 从轰动一时 我们难得看见有英国人如此认真的研究这场战争 因为在很多英国人看来 通商战争并不是一件大事 相比鸦片战争在中国的分量 这场战争对英国来说 甚至可以用微不足道来形容 鸦片战争一书 大量引用了当时英国媒体的声音 由此基本可以看作是英国人的视角 1842年8月29日 中英签订《南京条约》 伦敦画报新闻发表评论 中国是人类的一个大家庭 已经与世隔绝很多个世纪 现在要加入国际社会 与世界其他国家互相打交道了 他有正多的人口 现在冲破了长久以来包围着他的愚昧和迷信 将要走到光天化日之下 享受到更为宽广至文明的自由 进入到不可限量的辉煌前景 太巫世报 看到英国读者来信 有读者在信中说 在大不雷电历史上 或许没有哪一件事 令这个国家的各个阶层 都如此普遍的满意 英国读者称鸦片战争是一件伟大光荣的事件 给英国帝国的人光增添了光彩 当然 并不是所有英国人都赞成英国向中国发动战争 各种反对的声音也很多 如1857年3月17日 太巫时报从刊登中国和波斯的战争的文章 认为鸦片战争是我们历史最不光彩的战争 我们损失了69个人 却杀了2万到2万5的中国人 在像这样一场战争中 没有什么荣誉可言 时任英国首相 帕麦斯顿对南京条约签订后 表现出明显的不满 因为贸易逆差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他说 我清楚地看到 我们将被迫对中国再发动一次打击 这个时间正在快速到来 把文明国家自由贸易和自由交流的权利 强制推行到这个广袤的帝国的全国各地 帕麦斯顿 为了对第二次鸦片战争进行准备 甚至还授亿泰巫世报 将战争的动机进行包装 给追求利益蒙上道德的光环 那么彼时彼刻 恰如 此时此刻 最后 齐俄欧洲时指出 西方所谓先进的民主制 更像是落后的部落联盟制 这种部落联盟制 我们可以理解为殷商的制度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殷商经常发生 人际血实的现象 据简商艺术作者李硕认为 这种现象存在的根本原因是 殷商希望靠人际血实来区分敌我 被我忌天的人生人训就是敌人 而我们一起杀人享受血实的就是我们的自己人 鸡州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不断帮殷商捕捉枪人忌天的过程中 被认可为自己人 成为一方诸侯的 不难发现 齐俄欧洲始终认为 今天的西方国家很多是部落联盟制 是有其说服力的 虽说今天的科技远超古典时代 但西方的社会制度 还是殷商的那套制度 因为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 最热身做的一件事 就是树立一个自己的对立面敌人 从而党同乏一 因为部落联盟制度之下 我们要认识自己并不容易 更容易的办法是 靠树立自己的对立面敌人 来完成认识我们自己的目的 此外 一个个西方部落联盟制分区下的议员们 就像一个个西方古典时期的贵族领主一样 他们只对自己的选区负责 而没有对联邦负责的义务 西方为始论 真正伪的第四个方面是 发展程度的原创性 过去 很多对西方历史不熟悉的人 往往觉得古希腊文明非常灿烂 古希腊和中国诸子百家作为轴心时代 经常被提起不假 但古希腊其实在严肃的历史学领域 并非原生文明 也就是哪怕在西方语境下 被认为是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 其实并不具有文明的原创性 古希腊其实是很像殷商的 因为古希腊根据考古 大约有700多个城堡 它是部落联盟制的 殷商晚期和激州早期一般认为 大约是800个诸侯国 所以西方古典时期有一种说法 King of the Kings 万王之王 其实就是殷商和激州时期的天下公主 根据企鹅欧洲史译书 认为古希腊起源是有点莫名其妙的 此书的一系列大佬作者们 在考古中发现 古希腊和地中海一带出土的文字 有明显的断从现象 即古希腊文字A与古希腊文字B 与古希腊文字C不存在明显的文字演化逻辑关系 是一种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的情况 这恰恰说明 古希腊的文字借鉴和学习了其他地方的文字 所以严肃点的历史学家 是不会把古希腊归纳到文明摇篮里去的 这就是把西方热捧的古希腊文明 是原生文明的根给刨了 现在我们总算回到本文的开端 当年西方至于我们的商朝不存在 我们自己的历史学家中还诞生了古史变派 他们声称 登州以前无姓史 大禹是桃虫 而我们用一百年的考古 回敬了他们的质疑 现在 作为一个新时代的中国人 我希望西方也用同样严肃的考古来回敬我 对于西方维时论的这些质疑 最后 请为近一百年来那群孜孜不倦的中国考古人 点赞吧 请不吝点赞吧